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讲我们节目也能证明太极拳 聊天有的时候太极的年连随 当然上集结尾也别形成大家的误会 感觉好像我们在批评中医似的 王老师要为中医也说几句好话 现在开始说了 中医有些人针灸 现在普遍都承认他的作用 甚至于美国的医保我不知道最后怎么定的 都考虑过针灸能不能进入他的医保的范围 可是理论你说的清楚吗 理论归理论了 反正我扎这儿他就管用 有不管用的那不是废话吗 你吃什么药都有不管用的 做什么手术都有不管用 还是做死了的呢 是不是 你这个也有不管用的 在很多情况下他管用 有些中药也是这样 你说一开头什么神龙长白草 然后到李时珍编药点的时候 他能讲出理论来吗 这一点上来说 你可以说他不如西医 西医他都化验了 是吧 他是用化学的方法做了鉴定 甚至于他还可以通过什么 因为我也外行了 什么放射性同位于素 研究这药吃进去以后 在你的血管里的哪个脏气 什么作用 中医的现在的这个 开的那个药单子里头 很多都是写不祥 不祥 副作用 不祥 主要成分 不祥 肌理 不祥 但是他就要的起来 他吃了管用 经验科学 经验 很多时候千百年的实践 他不知为什么 但是他好使 这也有的 有些实践的东西不完全能理论上能够讲清楚 我喜欢举一个例子 就是吃馒头 说馒头什么叫熟了 这个您要是给定出五条标准来 你就永远吃不上熟馒头了 你就吃着嘴的 你觉得他熟了 就是真熟了就完了 你看 这中国人讲见火 而且是一个模糊 就是中国人 我们老觉得中西之分 就是说咱们这是一个整体论 一个模糊处理 一个感觉直觉型的 那边是一个细分的 是吧 它越分越细 越分越细 您刚才说所有的化验都是越分越细 可是这种整体型的东西 也许到走到最后了 它有一个直觉直达的东西 可能就跟那个细分的相遇了 就跟就是这么古老的中医吧 其实它现在有点在 比如在美国被归成这种 new age medicine啊 就是新时代的科学里边 它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整体型的 它叫就是这种well being 什么就是整体来治理 而不是就我们说的什么 头疼一疼脚疼一脚 特别局部性的 您别觉得中医太奇怪 因为在中国这个大的背景底下 比如还有蒙古医 蒙古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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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玩笑可以 但是尤其是藏医 就我家住的北四华那边 有藏医研究所都在 藏医研究院都在那 那藏医 第一个是它解剖学好 因为他这人的死了以后啊 他是天葬 让老鹰把这人的 所以他 比如在西藏 是最早就有人的解剖图的 至少在中国这一圈里头 他是最早就有 您的信任在哪 他都清楚 因为他这 这个 一拉开 什么都看见了 还有藏医治 这个风寒之症 他也有好处 还有威吾尔裔 这些他们走的路子都和中医一样 草药 矿物 什么什么跟什么配的一块 这个是热的 那个是凉的 都是这 但是其实我有一次到德国 我老师 我曾经讲过 就是叫海德堡 还是什么的 一个城市 那里面有个欧洲的 这个药学博物馆 我进去一瞅啊 你知道我一看 我以为进了中药铺 对了 连那个一个一个小抽屉都一样 里边有什么老鼠啊 有这 那个 这个是像类似于各种各样草药 我一下会又得到一个一个感悟啊 我说这是不是叫前现代医学 就至少对于德国人的来来说 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传统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对于他来说 西医不叫西医 西医叫现代医学 您犯的这错误啊 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同国首两任的卫生部的领导贺诚同志 犯的错误 那就级别高了 因为他贺诚呢 他是当过卫生部副部长 好像是 他是长征时期 就是医生跟着长征队伍走的 包括毛刘周竹他们有什么疼疼恼热 都是他给治的 所以他这个地位级别都很高 解放以后他实行的是这个淘汰 他叫新医旧医 他根本就不真西医中医 新医旧医 淘汰旧医的政策 被认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而且还发了文件 还把他这个部长给撤了 但是呢 后来毕竟是老长征 又是老专家了 老四哥 后来大概又过了那么两三年吧 就又也基本上官府委员职了 干什么 就和您这说法一样 他认为那个是旧医 是前现代的 可是我们又不能忘记 世界第一部要点呢 是阿拉伯出的 叫阿维森纳嘛 但是他这翻译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记不清了 当年苏联主导这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时候 不是每一年纪念几个文化名人 其中专门就纪念过这个阿维森纳编的这要点 他世界第一部叫要点 就要出 那时候欧美的这些要还都没有 相当于本草纲目 对了 对了 所以前现代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是 人类都是差不多的 都这么摸走过来的 而且这个宝库啊 其实到今天呢 也在造福子孙 所以因为我 我为什么 我就是我很理解这个事啊 确实很很麻烦的 就是说啊 这个里面 就是咱说最俗气的 多少人的这个饭碗都在里头 对吧 那么你要说这个 你觉得低啊 那我再说大一步 传统文化 你现在地方政府 也得靠这个发展经济 对 你就所以说 你比如说 我跟您举这例子 好 咱们争 谁是这个姚顺宇的老家 谁是这个大宇的故乡 这就是几多少亿 几十亿的投入这个工程啊 这直接关系到他这一方水土的 他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的发展 现在国家感觉提倡文化工程 王老您对这个 有有 巡游全国有什么观察 不是 我就是说呀 这个 这个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呀 有时候这个文化呀 也有市场的价值 你说一个是旅游和这个文化是分不开的 一个是基建的这个批准审批 我去河南呢 河南的文化行政部门的同志就告诉我 说现在呀 这个有一有一类的用地啊 要经过文化局文化厅的审批 现在我们对土地也有审批权了 因为你这说是要修建的是一个文化项目 你就好批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 它也发生就是 把这个 比如说 一个宗教 宗教性的说法 或者一个古籍的一个说法 这个地方 你有一个什么古人 你要让大家 认识到这有古人 你光说我这有古人是不行的 你得修起一个很大的建筑来 修一个牌坊 修一个大殿 大殿里头由这个古人A和A同时代的 还有BCDE一直排到F 把这像都要弄上 然后开始有人烧香 然后有各地就有来的 又有这个台湾台炮 一听说他们的家乡里都出来古代圣贤了 来之后又一下子又捐了 咋好痛哭流涕 又捐了多少钱呢 他这就起来了 然后这结合着他这个山啊 水啊 还有大火烧 大麻花什么的 就都起来了 一条龙 所以 所以就是咱们现在有这个好的心思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传统 但是千万别着急 你还得啊 还得掂量掂量 比如这个事 他在这儿啊 到底他的可信的程度有多大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到底花了多少力量去研究它 你比如这儿假设说 这是窦尔敦 你们窦家的故乡 那么你就说 你这是窦学核心 窦学基地 你那儿有很多人姓窦的 不等于是窦学基地 你那儿是不是真成立了一门窦学 形成的这么一门科学没有 要没有的话 只因为有一个姓窦的出来了 就变成窦尔敦的故乡了 然后就号召窦尔敦的理由 我就觉得呢 旁边再找一黄天霸 更熄活了 我就说这些事啊 就让它真正形成一门学文 形成一种文化 还有一个 比如说你这儿真是窦尔敦 那这儿有什么窦尔敦的特殊文化 大家出来都撞花脸呢 还是 还是 还是会格斗 是不是 还是脾气大 您这么认真的 我都不知道 比如前些年不是云南征 到底有两个还是三个地方在征香格里拉 到底是哪个 是中店 还有什么 可是最后觉得好像是订了只有一个 香格里拉 对吧 这肯定是对它当地的旅游产业什么的 有重大影响 那是不是最后是有一个什么证明 根据比如以前哪个学者 哪本书里边怎么谈的 怎么论证这个地方 来决定的呢 还是最后也要中国式的 那咱们就 谁跟领导同志关系好 咱们就把这个地方就搞定 那还有这个 比如说山东 山东啊 有这么多的可以征的地方 有水浒 有这个 有孔子 现在山东俩地儿打架 就西门庆我们这儿的 对 那最后怎么决定 你怎么能 这都是小说里的人物 这本来就是 孙悟空啊 孙悟空呢 孙悟空老家是哪儿的 老家石头 不是 据说呀 到现在也还打不清的官司 因为李白到底出生在哪儿 按郭老的分析呢 李白是出生在岁叶 在郭某某人了 在郭某某人了 听着岁叶呢 是现在的耶尔库斯克 吉尔吉斯斯坦嘛 就是 还是吉尔吉斯 对了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是出生在那儿的 岁叶长 可是这个四川的那叫姜油吧 姜油 姜油 姜油呢 是请了小平同志啊 哇 给提了字 李白顾礼 你看领导来了 马上领导出马 可是也有人分析 李白顾礼 不等于他是在这儿出生的 嗯 在这儿 领导也智慧 就是啊 比如说18岁的时候 到19岁的时候 在这儿住过一年 我就敢在这儿贴李白顾礼啊 那更好了 李白云游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属孩子 然后据说湖北有一个地方 是是是 湖北有点 不服这个 嗯 不服这个 他也出了一个奇招 说他找啊 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人 一块来论动 就说李白是出生在湖北的 吉尔吉斯斯坦的那个汉学家 他怎么研究出来的 我闹不清 但是呢 所以这关事 你现在你怎么说 现在还争这个 还有这个武则天 因为这次呢 我去了 我前不久 我去了四川呢 这个广园 广园 广园呢 也是郭老正名 就说是这个 武则天是出生在广源的 但是武则天呢 是山西人 这个大家都承认 他是山西人 但出生是在广源 郭老爷当然有很多理论根据 而且郭老在光明日报上 还发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就批驳对这个广源 出生武则天的质疑 可是质疑呢 现在很多很多朋友 很多很多专家 都承认广源 而且广源还修了这个武则天的 等于庙啊 或者他说原来 因为就有这个 那儿有祭祀武则天的 这么一个神庙 所以更证明他是出生在那儿的 就类似的这些问题 在中国呀 你要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呀 比研究那太极拳 能不能打人研究的 那意思大多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中国人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翻云覆雨 就曾经有一个年代 是不要祖宗 把祖宗全缠没了 说谁是哪的 都丢人了 对吧 现在是强祖宗 都是我的 这祖宗在我这 但是确实就说 也许有经济的原因 有什么原因 我还想探讨另一个原因 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文学里 一直有一个寻根 这个说法 人的这个根源 您看最近呢 这个王老呢 又又又又又 对土耳其特感兴趣 所以呢 我就想到这个在土耳其啊 这大家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就是说土耳其人 也有他的一个根源上的梦想 对 就是他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 这个强国梦 你就是很难想到 他这个体量 按说跟中国没法比啊 嗯 但是我听他们有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中国学者啊 跟这个土耳其学者聊天 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土耳其学者说 你们中国还有些人怀疑你们中国的强国梦 你们强国梦肯定能实现 我们的强国梦都有戏 就是说 就他就说土耳其人 他们叫做土耳其的乐观主义 就是现在 是不是以这个埃尔多安 他现在提出的这种 就是说当年的奥斯曼帝国 横跨 这个就算是亚欧非 亚欧非 横跨亚欧非 就说哎 就说这人的格局 藏在他的基因里 尽管都已经如今这情况 据说他们也有他们的强国梦啊 这个有些伟大的国家呀 古代的伟大国家 都有这种感觉 不光是土耳其 伊朗啊 当年的巴列为国王的时候啊 他也表示过 要伊朗要恢复 西日 原来的这个 波斯 波斯大帝国啊 当然没说恢复波斯大帝国 但是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 要弘扬继承这个伟大的传统 奥斯曼帝国呢 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在一战以后啊 当时不但是没有了奥斯曼帝国 而且是准复把土耳其瓜分的 嗯 而且希腊为主 都派的军队了 整个的协约国派的军队 后来呢是靠这个凯末尔 就所谓他的阿塔托克 来这个把这个协约国 包括希腊军队打走了 成立了现在的土耳其 土地呢是他在 就是一战以前的 那奥斯曼那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行了 已经被瓜分了 但是还有这名称 是那时候的面积的六分之一 嗯 所以你要比较起来 中国的处境比他还是好得多 是啊 中国虽然也丧权 我各地赔款 还不至于是六 不至于是六分之一 但他有这个强悍的劲 而且他他这个这个就在战争当中都非常的英勇 嗯 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八十年代 那个最逗了 说那个土中友好协会的骨干是什么 土中友好协会 土中友好协会 土中友好协会的骨干 都是当年的在朝鲜跟志远军交过手的 哦 所谓的联合国军 里边有土耳其 土耳其是当时我我在五十年代就听说过 就是真正拼起刺刀来 能跟志愿军拼上的 拼上手的 绝不在志愿军的不会垮掉 不是美国佬 就是土耳其 哎呦 土耳其的就这帮土中友好协会的人接待我 过来都说 说美国人 美国人的他是靠武器 真正是说是脸对脸了 美国人马上就投降了 说只有我们土耳其 我们 好像那意思跟你们这个这个中国的 这个心里有当年奥特曼帝国那个弯刀的精神 所以你说这个人有DNA的记忆 我觉得帝国也有这种记忆的DNA 你看凡是这种大帝国后来遭受了领土也好 还是整个的这个权力国际权力上的羞辱之后 最后这个心劲都差不多 你咱们现在说土耳其还说跟中国很像 你再想想俄罗斯 就现在普京的那个劲 我每次听到美国人说 美国人说起这个普京来 他都他们都觉得 说他就是觉得这个苏联这个瓦解之后 啪一下跑了那么多的加盟共和国 一下版图缩小了那么多 然后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策就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之后 他那个心情啊 那个羞辱的心情啊 而且他们也认为的确这个在冷战初期 就是刚刚美苏这个美国刚赢的时候 有一种傲慢 对这个就是苏联啊 瓦解之后苏联有一种就是羞辱吧 或者说失策吧 这个北约的强势推进 那在这个在这个普京身上 你就能感到后来的整个的这些 就是我们要重新在世界的谈判桌上 要有我们是我们还是大国 就这个劲儿 我觉得很多这种衰落的帝国 可能都都差不多的 心情很复杂 咱们可以看看王老在土耳其的照片 咱们可以看看 你看土耳其的美女 真漂亮 真漂亮 她皮肤白啊 是吧 你再看 又有土耳其特色 这个是 那个我旁边啊 是那个 他叫 托尔盖什 就是Turkish 其实 他的名字叫 是副总理 对中国特别友好 参加那个 库尔班江 您说这 有头发的还是没头发的 就是没头发的 有头发的是 库尔班江 库尔班江 对对对 而且他在 这个 他原来呀 他是这是前总统 埃尔多安以前的那种 所谓民主型的 民主派的 他叫 居尔 居尔 居尔实际上就是维吾尔语的 龟 龟是女人的名字 花 但是他那叫花的男人特别多 叫花的男人 是不是就是那个 居尔 他不是那个居伦吧 不是居尔 居尔 对 这个是这个老头啊 你看着老头 就比我年轻的多 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叫玉米提 他写什么呢 有高两个 我就看着就像写中国的事 他写在伊斯坦布尔开发商用各种手段上边欺上满下 然后摆平所有的有关利益群体 把一个个的古老帝国的文物这个圣地都开发了变成了现代建筑变成了挣钱摇钱树 因此这样伊斯坦布尔这是假想的小说了 就与一批大知识分子 这个真正的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者 组织了暗杀团 哦 杀这些开发商 这些中国 像北京 现在问题是他没有 中国现在是不会 不会杀这种 但是中国现在他是因为从国家的政策是保护这些 伊斯坦布尔美 哪有咱们北京拆迁的那么厉害 我感觉去那还是觉得他老的那个老城的东西保留的对很多很多呀 那个是因为您不是土耳其人 可没看出来 对 你看不出来 你看看这本书 伊斯坦布尔死亡济世 上海 文艺出版社还是联合出版社 上海出的 您这个您回去您不先不懂吗 您在网上订一下 大概花20块钱就可以给您送到手了 我也是觉得挺好奇 你绝对爱看这书 土耳其真是一片神秘的土地 准确来说混乱的土地 我觉得真够乱的 就是说 而且你看为什么很多中国学者对土耳其感兴趣 这据说是从孙中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当时被称为是西亚的中国 就因为他这个有些情况 孙中山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 土耳其 凯末尔 1920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所以他当时认为孙中山是先行者 凯末尔要学孙中山 然后后来表示要学凯末尔的是蒋中正先生 他要学凯末尔 但是这也真是 我为什么说他透着乱呢 这个凯末尔啊 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 对 就是像西方一样 感觉咱跟欧洲自己人 对吧 甚至于那么这个人民也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 但是现在呢 我们你看去那的记者就讲 这个埃尔多安呢 他又是想往回走 办伊斯兰吧 他呀 他是真想加入欧盟 而且坚决要加入欧盟 但是呢 他又和欧洲的这些 他也不断的发生冲突 他应该算是一个中间派 还不应该算是一个那种原教旨意义上的保守 保守 你说这种趋势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你看很简单 他要 他本来他就为自个这个国家国土的缩小而痛苦 现在库尔多族呢 还想再分出一块去 所以他就对库尔多族 他必须下手 下应手 在那个塞浦路斯问题上 他和希腊的矛盾 他也动过务 这前好前几十年的事 在叙利亚问题上有跟美国有矛盾 对 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这样 跟俄国用 因为那库尔多族啊 但是他为什么要亲西方的其中原因之一 苏联给他的压力 黑海呀 黑海口是他把着的 所以当年斯大林曾经提出来过 二次世界大战节的数的时候提出来过 要把黑海口的一部分领土划给苏联 会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